我可以先看看 然後這個其實是我一直在有感於台灣 一直沒有一個比較整合 然後在地化的這種農業的操作方法 或是設計方法 那我們太多時候太技術化 我們很喜歡做微生物菌 我們喜歡知道怎麼菜怎麼種 然後種植的方法 但是我們不會去考慮說一個菜 可能跟另外菜和環境要怎麼安排種在一起 舉個例子 昨天有人問我說 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個百香果跟黃瓜怎麼種在一起 可不可以種在一起 他們要的答案是可不可以種在一起 那真正的答案不是可不可以種在一起 而是他們種在一起你要怎麼搭配它 你要怎麼樣的架子 然後他們位置的安排應該怎麼樣 然後你整個操作方法 那個其實上是一個設計 那其實我們都不看這些東西 你上Google去找台灣的資料就是 小黃瓜怎麼種 然後百香果怎麼種 然後人形架 那都分開來 拆散來 其實是可以非常 就是讓他們之間的那個 互相幫助的能力都會拿掉 那其實在國際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設計 嚴重例外 這其實怪怪 就是其實是借助人家的 Permaculture Permaculture直接翻譯是永續農耕 那中文又把它翻譯是用 浮門永續設計 那我建議是用這個為基礎 我們去訓練台灣的生態農業操作者 有一個基本的比較完整的設計概念和方法 那以至於他們以後進到一塊田的時候 他們不會只是參考農委會農改廠 或是一些傳統的一些方法 他們會重新去思考重新設計 例如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堆肥 堆肥應該怎麼做 大家都去學堆肥技術 加什麼維生物菌 但是有很多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堆肥 因為你要千里條條 把很多的資材運來真正可以堆肥 那怎麼做會比較好 可能需要種很多的香蕉 竹子在你的附近 就可以砍一砍可以直接使用 設計比較重要 而不是直接跳來技術 這個計畫其實 出來 還是不行 你要打什麼 看錯 我也連不上 我們連風壞掉 沒有這個賽 那目前基本上 是以目前 湖門永續設計在澳洲 他們的50堂克的規劃為基底 然後我希望把它整理出一份台灣版本 至少它是中文版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能夠做在地化 那我目前是用維基百科的格式在做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不一定是維基百科 因為Wikipedia它的格式 MediaWiki 不見得每個人都那麼容易上手 那我覺得也可以給我建議 用什麼方式 讓更多人共筆 畢竟一個人能力有限 但是我現在已經大概完成十堂課了 那我們在新竹也有一群朋友 他們願意支持 就是說我們透過邊分享邊上課 然後邊整理資料 然後就一起把這個資料建起來 那歡迎大家一起加進來 謝謝 那你要不要用你的電腦 我的電腦 它是網站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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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快跑出來了 對 我也有進去 可是它很慢 對 像這個就是我需要大家幫忙 因為我們自己安裝這個主機的時候 一些 對 就是它 然後這個我目前有 做什麼東西 要再進一層 對 對 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要寫的東西有多少 這個我比較做比較完整 其實 就是很慢 所以這需要大家的support 又是內部做 OK 這不看了 有興趣喔 我等一下晚一點的時候 你們在這個裡面 我會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的格式 其實都很簡單 好 那就不浪費大家時間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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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